大家可以完整的欣赏一次 好 持功夫要手指 声音要均匀 出学者在练琴的时候一定要多检查 在练琴的过程中呢 时不时要停下来进行思考 因为更主要的是你大脑的锻炼 所以大脑你要不停地命令自己 你要提醒自己多问自己几个问题 比方说我左手肩膀对不对 右手肩膀有没有放松 左右手的手型动作 还有公子运行时的轨道 因为实际上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不能很好的控制公子 所以你只能不停地反复地提醒自己 这样认真的反复练习 反复提醒形成习惯以后 很快你就可以掌握到了 我们小提琴演奏的技巧 这样子你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以上就是我们第二节课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